众所周知,中国足球成绩一直处于下滑状态 即便是主教练是世界名帅李皮 而且拿着世界顶星,也没有让国足实现成绩上的突破 而且还接连创造成绩上的下线 比如东亚杯历史最差成绩,只击两分 而且近十年首赴日本 在2018的中国杯上 中国队以0比6不敌拥有贝尔的威尔什队 创造了主场最大比分的失利 在整个2018年,几乎没有怎么赢球 甚至主场对镇印度和巴勒斯坦这样的鱼满球队 也不能取胜,让球迷是极度失望 而且在2019亚洲杯0比3输给伊朗后 李皮也合同到期离开了国足 而国足主帅的位置,就一直处于空缺状态 因为空缺,所以也是传言四起 开始是几名国产教练榜上有名 像武汉卓尔的主帅李铁 山东鲁能的主帅李萧桐 以及北京北体大的主教练高洪波 甚至传出U25国足集训队的主教练沈祥福 但是最终都没有确定 而随着2019中国杯的进行 足鞋也是临近一动 让广州恒大的主帅卡纳瓦罗双千挑 然而这一个世界足坛罕见的方式 最终也没能获得很好的成绩 卡纳瓦罗带队是两人败 分别输给了泰国和乌兹别克 这个成绩也是让球迷无法接受 再后卡纳瓦罗也打了退堂鼓 说没有合适的方式 他还是选择带好广州恒大 也就是说接下来国足的主帅又空缺了 这时候很多媒体和球迷认为 如今这种状况前国足主帅高红瓦是最合适 因为高红瓦曾两度带领国足 他对国足是最熟悉的 而且高红瓦两次带国足都创造过成绩上的突破 首次带领国足时 当时国足正是在甲赌黑最黑暗的时代 他通过竞兵挺身而出 带队3比0大胜韩国队 打破持续32年的孔寒症 然后1比0绝杀法国 3比0大胜勒沃库森 1比1占平德国 以及1比0战胜伊朗等等 让中国国家队的球员和球迷都是充满信心 但是就在征战20强赛前高红瓦下课了 他被西班牙名帅卡马乔代替 结果国足又一夜回到了从前 第二次国足又是在危难时刻 中国队两平香港几乎是无法进入12强赛了 贝兰下课也没有人愿意接手国足 最终高红瓦挺身而出 并且他带领国足创造奇迹 三连胜成功出现本来要攻城身退 最终因为足球界的舆论挽留了他 不过在高红瓦带的第三次比赛 他的继任者李皮和足协领导 就已经在看台看比赛 第四场比赛后高红瓦就下课了 接着李皮很快继任 所以高红瓦两次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拯救国足 却两次都被无情地下课 所以心也是被国足伤透了 目前正在在北京北体大征战中甲的高红瓦 在新一轮的中甲赛前采访时 被问对于国足率位目前空缺是否会再度出山时 高红瓦斩钉截铁地表示 这个绝对不可能 可以看出高红瓦确实是真的伤了心 表示不会再去国足 或许国足真的失去了一个珍爱他的教练 你怎么认为呢